大家好 明天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我将会在北京出现 金港国际赛事场 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赶到北京 明天我要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土乌龟氏 不仅仅是可以跟他在一起 切磋一下车技 当然呢还可以再跟他在一起 录制一档节目 明天我要带着我自己的改装车 我那车是第一次亮相 就是前两天刚刚改完 贴了桶车 主要是我一想到土乌龟氏 会看到我改的车 我就特别兴奋 然后呢我会开着那台车 在金港呢参加总车地的 金港全速赛的那个活动 所以我们出发吧 对我的翼豹的话 之前给大家看过好多次了哈 这台翼豹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 在动力方面的话呢 是还是维持了我原来的这个状态 差不多轮上马力400个70匹吧 差不多 外观的话是Varis的三代的包围 对三代的Varis 通科的这个涂装的话是全车高清定制的 而且还带3M反光的这个第二层的这个贴纸 喇叭的话呢我线没接 那种喇叭其实不太好 对七喇叭 这个崩管我换了一个这个扣 我那天那个扣不太行 换了一个这个卡钩 这个卡钩劲儿明显要比那个之前的要大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短时间内反正我那天去赛道里面 豁了一圈也都没有崩扣 在我心里这东西是比458还要好的一台车 但是如果真给我458的话 那我也换啊 就是分你是不是真给 你真给那就真换 但是在我心中它是一台非常非常棒的车 哈哈哈 这个是图归士老师的twitter 发了我的车 fan 这边是1000E 1000E 哦 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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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全速赛 现在呢 有好多台和我完全同款的 10代的翼豹 GRB 两箱版本 但是在这些车里面呢就有一台是最战斗的 小王哥他们改的那一台 唯一超级大非常战斗 我觉得这些翼豹里面只有它 能有真正的实力 去挑战一下 1分11里这种 这种你别跟这添乱 我这多认真 严肃严谨 因为那台车外形造型非常夸张 其实在这一爆的话 那边有一台8代装着4G63 4G63发动机就EVO那种 那个就不说了 我觉得那属于一种离经叛道 等一会儿我们来过去看看它的成绩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身后就是 土屋老师他们接下来今天下午 要去挑战1分10里比 挑战最快金港全速的这台车 那我觉得能跟这台EVO一战呢 只有那台纯种呢 对吧 10代2箱5尾超级大尾翼 手动4区水平对质4缸 涡轮增压 液力有何是中央差速器 前后拖森是机械差速器的 SUBARRO IMPRESO STI 刚才呢就是我其实这么多前缀还铺垫 就是因为刚才这台车它空出去了 我因为它出去以后没见它回来 我现在感觉就有点像 土堆上面一堆土拨鼠在里站着放哨 然后其中有一只被老鹰捉走了 远端的那个沙丘上 一只土拨鼠看到了这一切 我就是远端沙丘上那只土拨 在到这个情况现在有一些复杂 大家现在都非常紧张 但是感觉狗不紧张 出红旗了 由于一只狗引发的红旗 全场红旗 所有赛车立刻返回批房 图归室老师也一样 这形势变得娇琢了 图归室老师现在就不安全了 这时赛道上出现了另一个人 这次赛道上出现了 这次赛道上出现了 啊 总之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都在大雨里面 这雨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一直吓特烦人 我现在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就是雨中的中国车迷真实写照 为了拍这镜头 我已经四天没有刮胡子了 为了营造一个年代感 但是 真想问一问他们有没有支架刀 我们来拍摄一组接下来这档节目的封面罩 封面罩呢 就和剧情里面一样 图乌老师这个饰演藤原拓海 然后小姐姐 当然就是下树了 那我呢 就是下树干爹 你过来 过来 你别走 你去我给你解释 这椅子啊 往后椅子啊 这个事儿吧 欠考虑我跟你说 坐这椅子没有说往后椅子 你就说 这怎么椅子啊 杀青啊 我特想分享给你们一件事儿 虽然我们这是在拍片儿 但是昨天拍片的时候 我有半个小时都是在拍 跟土无归视老师追逐的 我就是开这台163 V8 双涡轮增压 然后土无老师开的是一台自然吸气的86 当我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看了一眼我的后视镜 我没办法不跳戏 因为后面那个绿头盔里面 那是土无归视 而且它开的是才86的 哈基罗库 车窗后面由土无归视开的86在追你 这种画面挺不容易赶上一次 但是当时在拍戏我还得入戏 我内心真实感受是眼含热泪 但是我还得演出来那种非常不屑 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做一名演员的男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关采访 EVO和STI哪个更喜欢 嗯 哪个都哪个 那是吧 我对了 我对了 EVO的STI 我对了 EVO的STI 也喜欢人类的 EVO的方法 我对了 我对了 EVO 我对了 我对了 明白明白 现在日本的年轻人 其实玩改装车的越来越爽 现在这边的话 玩改装车的人越来越多 日本的这个改装车的文化 现在其实是有点往下走 那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说由新的SUPRA 带来下一个日本JDM文化的一个高潮 没有 没有 日本在酒店 那很лем似的 20年 sek 30年年年年度 现在就很高充威 250万元以下 今日本的 全都很高充威 每个都是350万元以上 以前我也是 所以说 延连 20万元的收入 150万元的新资品 现在的小朋友们 那么有没有 那既然我们下一个 我跟你说我太紧张了 挺刚刚过去的 现在几个紧张了 所以说 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去参与过一些 像湾岸线上面的街头景色 Streetfighter Streetbattle大好き 当时在开什么样的车 能开多快 86 86 86でStreetbattle ライバルはSkyline RX7 Civic Z Z 那相比而言的话 Caj1 不会马力有点小吗 上りはやらない 負けるから 下りだけ Sylviaが速かったね Sylvia RX7 下りは負けたことがない 皆さんは危险 から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明白 那有没有就是 拍驾驶那种 就是不喜欢驾驶大马力的赛车 人の迷惑 人の迷惑 東京は車が多すぎて 人の迷惑にある 東京は夜中になると 誰もいない 毎日もいない 問題がありません 何か でも私は言いません 何か言うに 何か言うことを言うか 何か言うことを言うか 何か言うことを言うことを言うことができる 你看到時也會出現那句話 絕對說不定 應該沒說應該沒說 我倒極了給他看 台本我只能読壞了 那個Best Modeling的 有可能是當時做那個節目 Best Modeling的一個開始 他就読出來了 漫画 漫画 アニメ 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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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沒有要分 看你車就知道了 你特別喜歡 SWAB 大好 S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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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 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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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ub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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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 Tina eeeee 就是太喜欢图物贵士了 非常喜欢图物贵士 就人生到达的巅峰 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又圆满了 就感觉现在随时挖坑那种 我现在驾驶的这台 还蛤妈一事儿 这台车呢 曾经它属于一个 我儿时非常崇拜的明星 叫兵器部 好像是真的 因为这上面还贴着这个 213这个夜店的名字 好像这家夜店也是他自己的 所以说 我今天一不小心 又开到了一台明星 曾经开过的车 我不知道是不是总开 那些明星开过的车 有一天你也能变成明星是吧 哼哼哼 总之 不跟你们点儿废话 我要去装X了 行星期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